各位網友,早晨,我是吳仔 早晨,我是希 我們希5 神早新聞報寸 請大家給個like 一定要給個like 之前我們有廣播 如果不給like 都給個superfan 有一個新的功能 好了,今天天氣如何呢? 來到2月18日,星期六 東北貴后風正影響著我們 另外,廣東東部沿岸有一道雲帶 在菲律賓爾東海域都有一個低壓槽 今天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乾燥 最高氣溫約23度 吹和煙的偏東風 最高自我線指數大概在7強度屬於高 接下來明天日間相當溫暖 隨後兩三日風勢頗大 朝早清涼 好啊 人家說現在香港都很冷 我看facebook的人說 冷到入心入肺 接下來暖的了 很多新聞要跟大家跟進一下 他現在有學校證實 香港發生多宗拐大兒童 是學校貼公告出來的 不單是新界以北 去到將軍澳也有 周圍人 為什麼呢? 待會再說一說 另外看到 去土耳其救災的英雄回香港 港府有一個最崇高的敬意 看回他們的情況 真的很感動 那個太太抱著十個月大的嬰兒來接機 那個消防員哭著地疼嬰兒 真是很感動 人性的光輝 這些是英雄 你做得出嗎? 你做那份工作可能你做得出 但你都沒有做那份工作 我們一定要多謝這些人 這個世界上 另外有一個叫陽光午餐 停運 有些年輕人很開心 但有些家長很傷心 表示是憤怒的 陽光午餐 我給了錢沒飯吃 有些年輕人有什麼特別的待遇 待會聽到可能你拍爛手掌 但家長就不太開心 昨天有一單電單車意外 死者原來是一個外籍超級廚師 在香港有三間店 煮東西又非常好吃 真的這樣就走了 有些事情沒辦法 好 我們詳細的新聞內容 多話說 看看 政府現在說 3月1日起 停止社區免費核酸檢測 那倒是 有些人說 我知道自己中不中 那你就做快測 那快測不准的 Omicron怎樣怎樣 那你就去看醫生 現在不免費 不免費 你還可以檢查 你有興趣知道的話 但你的問題就是 這個社區免費 基本上以前都是招呼你回大陸 你大陸都不用的時候 你還放在那裡做什麼 日本又不受理了 之前是不受理的 你社區那些一定要去 私家醫院做核酸 那天花了我 一個人要七百元 一個人七百多 兩個人要一千多元 很多人都屎臨尿賴地去私家醫院做 沒有了 現在這些已經沒有什麼意思 那就完結了 他說公園的院舍核酸要求改油快測取代 連公立醫院也是這樣說 那你就不用想 我不知道自己中不中 你還懂得說話中了 你還懂得說話中了 你還懂得擔心生那麼多妄念 可以的啦 可以的啦 最重要是身體健康 吃到飯睡到覺 今天有很多東西說 告訴你 你不要以為 動感之刀又沒事 執家法那些事當然不少你 葵涌男子租為偶 群殺為偶 打完之後就走了 怎麼樣呀 昨天晚上7點在葵涌 一個叫打磚平街 公廠大廈對開 突然被三個男人 用木棍 打被浮辱 事主寡筆敵中 打得片體淪傷 歹徒就迅速逃去 現在正追緝歹徒下落 不知道什麼什麼特徵什麼都沒有 什麼幫會什麼都沒有 不知道 又是打人 空街打人 另外 在旺角有一個阿叔 不戴口罩亦是通街嗷尿的 真是可惡的 目无发己 真的被车镜拍到的对着马路就放一条猴子就吐了 随处便利 有违功德 有机会就触犯法例 在网上封传一名男子通街嗷尿 弟弟哥通街嗷尿真书唱的 大人也是这样的 男子人来人往 通赛街拉着口罩 劣低那条运动裤 就拿一条东西出来就吐了 但看上去就不长得去哪里 因为隔队打得很短 旺角很多地方都有洗手间的人说 有没有搞什么错 旺角厕所很难找 不知道他什么事 脑子可能有问题 不知为什么 这些人罚多少钱的通街嗷尿 他说大小二变 初犯是五千 第二次是一万 这样的 捉住了他们 增加这个库房收入 没有了599G也是时候的了 最好就是 政府罚五千 举报市民 就代两千 他们说 哇 立刻通街 是不是阿尿 你放屁我都捉你了 我放屁也捉你了 是不是 但是你真是死无对证 放屁 好 说一下其他新闻 之前新春很多那些武师 不就是糟糕的 那些武师就频频跌了 今年是跌得特别多的 行家拆解的原因 他说 疫情底下 这个龙丝团队 萎缩 也有解散 甚至有些人 就经常不运动 没有练习 就变了肥子 尸头特别重 又失手 这样 不就弄得 频频跌街 这样 真可憐 希望明年就没那么多这些事 不然也 撑到脑子很严重 撑到可能会香了 但是有些人 无端端死去也有 将军澳地盘工人 云岛 宋远就证实不治 无端端的 警察列了工业意外 去追查 怎样工业意外 他无端端死的 他不是被一宅死的 昨天下午12点21分 中暑挂 你当他今天都不知 热定冻了 香港现在 地盘工人送院 暈倒了 抢救后 死亡 他就在地盘里 无端端死亡 死者59岁 姓王 他早上8点回去 他做了事情 觉得不舒服 自己去地盘休息 地盘休息室 去到10点的时候 就躺在帐篷上 已经暈倒了 不省人事 说这个死者 没有长期病患 身上没有表面伤痕 死因要验尸又确定 什么都不关事 没有事 可能不知道 很难说 59岁 地盘工人平时有没有吃烟 喝酒的习惯 很多原因 总之 刚才说 五仔为什么说这些 什么不关事 也不会解释 另外地盘工人 租了个吊索 说是绑着大腿 飞了上半空 是意外来的 所以说工业意外 很厉害 半天吊 几层楼高 昨天网上流传过影片 被人吊吊吊吊了上去 惊险的工业意外 事发位置是一个 长沙环地盘 一段影片 大腿被人潜了 整个吊了上半空 惊险的 哇 这些事件 无端端 所以说做地盘 也是很危险的 日晒雨淋 我们也要多谢这些人 有些人在香港说 地盘工人不值这个工资 那你去建吧 你去建房子自己 不值不值得 要命薄的 好了 怎样要命薄 什么都危险 洛马州回收场黑工 被他起重机 砸死了 警察捉了57岁的负责人 黑工这些是没有身份证的 内地工人48岁 在那个 回收场那里 那些起重机砸下去 一下子就没有了 是啊 半清醒送去北区医院 证实死亡 只有同一日 最后拘捕了一个负责人 他说你请一些 没有身份证的人 但是他请黑工 反而 你说是不是很重呢 不是很重的 请黑工 因为以前听过一些 坐陣监是几个星期 我听过是几个星期 但是这件事涉及死亡意外 哇真是可憐 没办法 他不请黑工帝 如果这个时分也是一样 但是就 跟大家报一报 另外看到 西九龙走廊有男子走出马路 被警察制服 拖回安全位置 古灵精怪的英俊 哇 两辆货车 不知道怎样停在一旁 无端端就冲出马路上 想截停车 那些警察就拍着他车 走过去就 捉住他制服他 那些警察就说 回来呀回来呀 这些年轻人也说 无端端你撞车就撞车 走出马路中心做什么 多了旧鱼 不知道是想激动 拼死撞我 各样 他都不珍惜自己的身体生命 好人好者 四肢健全地走出马路 干什么呀 拼撞车 无厉害呀 阿sir跟他在理论各样 自己冲出马路 都不关事 是解决问题的 是想解决自己的 不行呀 有些人这样 厌世 治安亦是非常差的 大埔工业村的五金厂房被人爆洩 男子涉案被捕 差还是差 这次抓到人 很聪明了 刚刚凌晨三点 大埔大法街 一间五金 保安报警 警钟响起 有人潜入 执法人员当场拘捕一个涉案男子 那些人在工业村走不掉的 凌晨只有你在这里 阿sir看到你也先问你 你身上有东西就先问你 这些是笨贼 很偷偷偷五金 五金是不是看到我金才以为有黄金 当然没有 好了 说一下这件厉害的事 又有拐大事件 家长称 小子 在将军澳坑口站被陌生女子拖走 校方学校出了通告证实这个消息 呼吁家长要警惕 上次在粉岭涉及有两宗 一宗就是 是的 另外一宗就有人说 你也是吹水的 有些人说吹水的香港哪有这些东西 没通关之前就完全听不到 我说新闻 通关之后就频频发生 这次是第三宗 学校证实了解这些消息 原来是幼稚园的 昨天 一间幼稚园向家长发出特别通告 近日 有人 带两个小孩在坑口港铁站出门的时候 发现弟弟不见了 几分钟之后 他说家长的同事把弟弟送返现场 家长引述同事的描述 他说当时一名陌生中年女子 是拖着小孩离开 所以就去截停他 为什么 小孩不是你的 真的是拐大而同 幼稚园接受查询 分享事件 提醒家长要小心看管儿童 他说不知道这个陌生女子用意为何 稍后会与警民关系组反映 加强对学校教育避免走失 或者被人拐走 什么走失 可能稍一不慎就已经拖他走 他四处找家长不见了小孩的时候 同事就说有个陌生女人是拖着他走的 看着他 放下那个小孩的女人就走了 这个校园证实了这消息 校方通告说不知该女子是否坏人 是否坏人 如果不是坏人说出来的那件事 就说我看他自己走开了 我打算带他去安全地方 那这件事就不会变成被人喝止 学校也有一些分析能力 有些人说有什么用的 你不知道他有什么用的 猫猫狗狗那些人是老走的 对不对 你可能当家里好的就说当儿子臭 不好的就是器官 对不对 有些人说你以为带回大陆那么容易就过关吗 那就是啊 如果你走狼狗关的你就不会过到的 但是你走狼狗是用船路的嘛 水路的嘛 对不对 还有可以拆件走的嘛 不需要一个人沿过那些年轻人会反抗的嘛 我拆件也可以的 对不对 KK圆区你以为是开玩笑吗 是不是香港现在 之前又卖一些泰国女儿来香港卖淫又有 你怎么知道他在做什么 不知道的 叫大家小心 你怎么看得你这么多 对不对 另外说一下那些年轻人 现在你究竟是当灾还是好运呢 那个阳光午餐 停运啦 他说两天而已 两天而已 教育局又怎么样 所以说年轻人没有饭吃呢 教育局说可以安排半日面秀 把球踢回给你家长 是回全日的嘛 那你没有饭吃 回家里有饭吃 我老母就是不煮饭 我才回学校大 就是要叫饭 你现在叫我老母煮饭 啊 或者这样 他说什么 你在家里网课就可以了 上网售课就可以了 家长当然生气了 我叫他儿子来上学有饭吃 我给了钱 然后你叫我自己煮饭 如果这样我用不着读书 我自己教识才行 是不是 就是生气的 但是有些年轻人很开心 为什么呢 有些学校改去这个敌因糊野餐 就赢了他 有些学校说订墨当劳就顶了他 是呀 挺开心的 小孩说是吃麦当劳呀 这样 对了 其实麦当劳的外卖都是干水 不是很好吃的 你问我一下 但是有些年轻人开心 有些年轻人就不开心 但是问题就是 究竟为什么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停运呢 元朗厂房 现在是运作的 他负责人就说 他说维修不妥 就涉基建选号 所以就全部这两天要停 这样的 真是 钱就给你 或者 不是啦 怎样 加料 加个下午茶给你 什么都好 不知道他们怎样搞 但是就搞到那些年轻人 其实不是搞到那些年轻人 搞到家长 你饭现在还没 那时候没有饭吃而已 只是安排的问题而已 家长 有怨气 受影响小学 校长引述家长有怨气 很多都说这条气不顺 香港人大了 给了钱不给我 刺到你上天花板 他一间学校最少500个学生 受影响 全香港就10万学生受影响 那两天而已 不吃饭也不会死 你问我就真的 是啊两天而已 两天下午而已 但是 都不好 年轻人 都在发育时期 是要多吃点东西的 是吧 陷阱有些看到一些新闻 天愚 天愚的肿瘤没有复发的迹象 但是骨质偏远 由专家 订医疗方案 看到周天愚 他之前小孩很精灵正常 医疗失当搞到 变成了植物人 凄凉 叫姜濤去 探访一下 上次他试过 他不是试过 他好像录了一段音 听他的歌有反应各样 这些事情要做一些社会责任 好 另外 有人中火 两个电单车 闯入八香地盘中火 巨型打装机被焚毁 这些行动组都做事了 香港晚上凌晨 一入门就像打机那样 红眼的那些人不知道干什么 不是打人就在街上放火 真是恐怖的 这件事就没抓到人 另外又说一下 这件事 找不到的原因 中区有类子报案 被货车 夹走了 就是说有个人在货车上叫救命 警方去找 就找不到 找不到 是的 洗去了 没有发现 找不到 这件事就得明报报的 我看了这么多的新闻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被人的势力夹走了 香港的治安要告诉你们 要不叫你们不要误入歧途 要不然涉及某些东西就会出事 但是有些人根本上 看到美女被人夹走 有没有这么奇怪 你以为我生得美的照片 那就是 譬如有人被非礼 香港发生了 29岁女子 租偷拍裙下 34岁的色狼被捕 是不是 他未必要看你 我看你穿裙有机可乘 跟着你拍你 这个被抓了 交由东区的警察 就是 夹了回去 好 这件事就是轟动 香港仔夺命车祸 死者就是法国籍厨师 经营三间餐厅 法国领事馆致哀 这个也是 厨师很厉害的 三间餐厅这么容易搞 香港不容易开分店 因为他本身这个人 他不是那些大集团 首先一定要 一样东西很重要 一定要好吃 因为这些餐厅的铺足极贵 他可以顶到三间 香港开了三间法国赛 那就是 香港人口福的损失 意外发生之后 三间餐厅 都是要停业 停止营运 没有了他是老板 他开的电单车 在香港仔海旁 炒死了 真可憐 这是夺命车祸 法国领事馆 对这个死者的离世 表示深切的哀悼 他曾经 在法国驻港 总领事官邸里面 是那些御处 行政总厨四年 一直是 一位真正推广 说法国美食的大使 这样 搞定了 陰功 他在哪里呢 上环有两间 铜锣湾有一间 甜品咖啡店 在法国菜上环都有两间 他受过多间的传媒访问 他是这个饮食界的名人 不过一个电单车意外 就离世了 所以 真的没办法 人的一生很难说 怎样结束他的生命 我常常说 你有电单车你也不要开 说你不听 你没有办法 这些事 唯有业随身 没办法 另外说 交通意外 西九龙公路 的士撞在工程车里 的士撞到扁了 司机被困夹住了 出不了 刚才凌晨 2点39分 的士去到九龙快速公路 往尖沙咀方向行驶 至近南昌站对开 失控 工程车车尾 的风琴式防撞架 严重塌陷 司机被困车来 哎呀真可憐 晚上睡眠也没办法 工程车 这么多黄色黑色 你竟然可以一起 这真的很难说 另外香港有些 买些东西 吃饭很贵 天教 天教 港南说吃饭 98元 蒸蒸菜心 你是不是啊 网民说你见识少了 过百元一碗饭也有 那是很离谱的 他说成本五元也不用 是真的不用五元的 菜心 你以为菜心便宜吗 他不是给你吃一斤的嘛 一斤有多少你自己知道吧 那里不是几两菜 九两菜呀九两菜呀九两菜呀九两菜 另外就说他扔了那些梅菜内 也是值多少钱呀 二十几亿多元 不是98元 那你看不到嘛 我刚才说吃东西好吃 你最重要 因为他的店舖是极度贵的嘛 灯油火鸟钱不用钱呀 那也不是98元 七十四岁的男人 有一个六十几岁的男人 在大洞坑的话 家人网上發文尋人 阿伯不見了 74歲阿伯男子叫鄭麗孫 16號上午去行山 之後就不見了 陰信全無 大家在一帶會不會找找 在大洞坑附近 另外看看新聞 這麼厲害 這麼多自殺 真可憐 49歲男子觀塘公眾 碼頭墮海死亡 剛才凌晨4時 49歲 另外 元朗公園殘廁有男子吊頸死亡 清潔公發現報案 嚇死了清潔公 開門開不了 那些很容易開 一開有男子吊頸死亡 48歲姓周男子 沒有遺書 另外還有 張君澳 地盤藍公 這是意外 另外一份報紙彈出來 天耀邨 男子非多禪蓬 當場不治 真可憐 昨天早上10點左右 這個跳樓 29歲姓陳的年輕人 新聞真多 好 先看看 先說說那些英雄 土耳其地震 我們香港派出救援人員去搜救 也很好的消息 救到幾個人 好像四個 救到一些生患者 因為其實一發生那件事 一調配在飛機到的時候 已經隔了四十幾個小時 起碼都 但是有些人生命力是很強橫的 在瓦力底找得出來 土耳其地震 救援隊員回香港 海船回歸 這些應該是搜救隊 我不知道他是消防員 還是救護員 有個十個月大的兒子 母親抱著 見爸爸 都哭了 回家最想睡個好覺 唉 你想想 那些壓力 是不穩陣的 那些人全部都是用命搏 這些是人性的光輝 他真是救人 其實可能隨時有余震 自己也很危險 這些就是 誰知道 你滑腳真的被破雙峰插到的鐵 你真是大鑊 那時候土耳其 這件事已經是六號了 十幾天前 發生7.8級強烈地震 香港政府派出59人救援隊 星期五就是17號 已經深夜回香港了 就是之前出去了 17號回來的 就是昨天回來的 救援隊隊員之一的消防員 他說看到八天沒有見的太太 十個月大的兒子來接機 就是兒子老婆亂 這些叫做 忍不住就流眼淚 那就好 因為你做的事情是有很好的 有很大的功德 香港救援指揮官 叫于文陽 表示災場任何畫面 都是危險和驚心動魄 加上余震不斷 守舊工作是有危險性的 隊員 是冒著任何機會都會盡力 拯救每一條生命的職責 就是拯救到四名的生還者 因為土耳其本身那邊的溫差也是大 他們睡得很差 他們這麼多天來是沒有洗澡 沒有酒店 鎮得爛了 也沒有水沒有電 沒有什麼都沒有 可能都是老叔的陰功 在帳篷那裡 消防員的太太 帶著十個月大的兒子來接機 消防員看到他們之後 脫下口罩 抱著一塊 接著又親一口 哇 真的感動 這些場面 他們的溫差大袋是怎樣 土耳其 跟香港實在是爭太怨 有些人說 香港很冷 冷死人 土耳其 起床的時候 附近的環境是結霜的 浪在外面的毛巾是結冰的 這些人是受著天寒地凍 拯救生命 他們最想回來就是睡個好覺 看到這些人 妻娘 很危險 譬如在雅力附近 你為什麼陣有東西滲下來 用什麼死人 很脆弱 我們給他們很崇高的敬意 罵什麼也好 不要罵消防員 不要罵救護員 是的 那今天的新聞 還有一宗 說那些什麼 兩個外籍男女 刷單元 騙局 被人騙了10萬元 還是有這些 沒辦法 英文報紙 少一個懂得說英文的五仔 在說英文新聞 如果不是 可能他們都會知道 什麼會被人騙 很多可能他們的新聞 說得不詳細 所以你聽到現在少了 反而刷單元 很多的就是外籍受騙 外籍人士受騙 刷單元 香港那些已經 被人相信你了 這些事情 對不對 都不要開玩笑 好像昨天才說的 很難說 人是被人騙起來的時候 都很容易被人騙 說到這裡 下次再談 拜拜